国内多个养殖场的基支 成长速度减缓 不符合出售的重量标准 而相继宣布关闭两天 导致市场肌肉供应短缺 为了缓解燃眉之急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将调动市场过剩的肌肉供应库存 到其他缺货的州属应急 作为短期的替代解决方案 农业与农机工业部的报告显示 国内每个月的肉机产量 大约6600万只 而正常需求量则是达到6000万只 但是最近几家养殖场 因为基支发育和疾病问题 被迫关闭两天 导致雪龙地区 玻璃市等多个州属 面临肌肉供应短缺的窘境 为了确保市场供需充足 贸销部副部长拿督罗索瓦西 今天证实 当局着手鉴定 严重受影响地区的短缺情况后 在调动市场过剩的鸡肉填补空缺 此外 贸销部已经动员到养鸡场 展开详细调查 罗索瓦西指出 图片报告显示 有关农场的机支确实患病 而且体重只有1到1.2公斤 不适合供应本地市场 虽然养鸡场出现问题 但是影响不大 因为只有少数地方的鸡肉供应短缺 政府将从临近地区调动货源填补 另一方面 乡区发展部也拨款8000万令吉 通过旗下的联邦土地复兴于统一局 以及橡胶小原主发展局储备粮食 以应付国内粮食危机 乡区发展部第一副部长 拿杜斯里阿杜拉曼表示 其中6000万将用来发展畜牧业 并创建一个价值大约2000万令吉的农业食品计划 鸡肉是国人的主食之一 副部长说 根据统计 国人每天的消耗量超过200万公斤 因此如果联邦土地复兴于统一局 每35天能生产60万只肉鸡 Felkra将有望成为 国内最大的鸡肉供应商之一 根据媒体观察 吉隆坡和芙蓉一带的鸡肉饭抱怨 禁机供应短缺 加上鸡肉价格上涨的问题悬而未决 预计明天没有鸡肉供应 被迫休业